這裡要看到這三角形的邊 VC在平面1上面 這三角形AVC 這VC在平面 VC在平面1上面 然後這個是平面1 VC在上面 現在我要問三角形AVC投影在平面1上面的面積多少 然後我假設這個平面跟E這個平面夾多少呢 夾C 這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 這個我們叫高好了 這個槌子 這個我叫做D 等比 好 那這一個跟著槌子 那我現在呢 這投影下來 這個AV的話投影在什麼 投影在E平面上的話 是等於這個 H 然後是這個 N 現在這個平面是1 那個VC H所在平面是1 那我現在問個這個三角形AVC 投影在E上面的面積多少 等比 好 那我現在的話 AD 投影在這個E平面上的長度是BH 等比 等比 等比吧 那這個就是兩面角 這個是7 就是平面AVC 那跟平面1的夾角呢 是7 等比吧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知道三角形 三角形 H的VC 對吧 這個面積等於多少 這面積呢 就等於這個VC VC VC 那乘以高 頂層高 高的話是DH 那除以2 對吧 沒問題吧 但是我們知道呢 DH 是那個AD 三角形AVC的高 在平面1上的投影 這等於投影之一多少 VC 那DH等於多少 DH就等於AD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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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問題 沒問題吧 那這個呢 就等於多少 但是呢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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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三角形AVC的面積 所以變成三角形AVC的面積 那整形的Cos Cos 那這個的話呢 就要把它記起來 就是說 就是說 你呢 空間中 一個呢 平面 三角形的 S AVC 投影在平面1上的面積 就等於 投影 HVC 就等於S AVC 乘以Cos 那這個東西不只是三角形是這個樣子 你任意多邊形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你任意多邊形 你可以把它割成無窮多個三角形 可以隨便割 割成一些三角形 投影在上面 然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所以這個公式的話呢 不只是三角形是這個樣子 所有的平面 任意平面 投影在這個1平面上的面積 就是你那個平面 那個多邊形 多邊形的面積 乘以那個多邊形跟什麼 跟這個平面之間的兩面角 Cos 等於 如果是曲面的時候的話 那你就怎麼寫 你曲面的時候 比如說 萬一它是一個曲面的時候 對不對 那你就把 取一點點很小很小的那個小面積 很小的平面 那把它一個一個投影 不過那個又談到未積分了 那你們只要知道這個就可以了 多邊形的話 這個公式也是對的 沒有問題吧